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目前我第一个任务是敷衍的宣传 他这边写说获得警局海报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警局那边就可以找到了 那我已经解完这一个了 那另外还有防御计划 以及神秘填和 填石盒 好反正这三个都是一样哦 然后在这边就是在田田圈店 然后得到三个 西卡马咖啡100 墨道具 这也是可以要去解的 然后这个是房屋 就是在警察局附近 听说在警察局里面就可以找到 警察局里面就可以找到 然后就可以找到什么 警察防卫计划卷走 也要三个 因为有一个我已经解到 那待会我就会在我的影片之中 把那个 怎么怎么去索取的一个画面 跟大家说明 因为他其实蛮容易 他就在一些墙壁上 会有海报去点击就可以了 好 大家不多说 我们准备要跳了 首先要跳的地方 大家要好好去记得 呃这地方就叫做 Chester Chester 它是在我们兔罗伊的那个地图里面 的话可以看到 好 这地方我已经帮大家去做标记了哦 只要跳这边就可以把所有的任务 都一一的解除 好 包括 左边上面的话是警察局 然后 另外三个点的话是田圈店 那田圈店要大概怎么去理解它的一个外观呢 其实就可以看我的上面的跳伞的这张图 它是有两层楼的哦 第二层楼是有一个小楼上去 但是我们在柜台这边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西卡 哦 马飞 好 这边可以剪到 好 剪到基本上 呃我刚刚标示那个城里面就有三个了 然后顶楼的话 然后紧下去底楼就会有我们的企划书 然后在一楼的话就我们的海报 其实只要跳这边很快就可以马上全部解完 以及这个小彩蛋 那我就是可以打开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武器出来了 哦 这些武器的话会有很多种 所以不一定每次开都不一样 在这边可以看到AUG啊 然后MK14啊等等之类的枪子 都算是不错的开局枪哦 所以 这边的话也要注意有很多人其实也会一开场开始跳这边啦 所以 这个地方也不是那么好想的 也可以让大家去好好去做斟酌啰 好啦 任务解完了 OK 那以上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跳我刚刚那个主城 那个主城包括有天天圈 然后也包括有那个很好的物资都在那边 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意外的话 大家都记得直接跳这个地区就可以 好不好 这个地区然后警察局的顶楼 会有防就是我们刚刚那个计划的 防卫计划 然后在一楼的墙壁上那边 都会有那个什么的 警察海报 然后警察海报之外 旁边也有刚刚的天天圈店也在那个层里面 所以跳这个地方 跳什么Chester Chester那边的最方便就可以把所有任务都解完 哈啰 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山的频道 没错 今天要讲的就是我们第二周的 同行证的任务 那他这次也是有三个任务的地方 大家可以很明显可以看到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 是我们ToroE要找的海报 未来之一的海报 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大碍 我待会会释出大概是长的红色的一个海报 会在一些 墙上 或者是建筑物的边缘的一个墙边 都可能会找到这个海报 这个海报其实是在世界 这个ToroE的地方 然后全部地方都可以找到 再来是第二个 恐惧的任务 这是左E消失了 呃 塞了他的星级路本嘛 大家可以看到 呃 目前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 他的话也是一个在一个试着厅 里面会有个帐篷 里面会有个手环 那那个手环也是一个 也可以捡到 然后待会我会 也是把那幻灭给大家 接下来最后一个就是左E被抓起来 被靠的时候 他是被关在我们的警察局 就跟我上一部 第一周的任务是一样的 他就会在我们的警察局里面 在彩带旁边的隔禁里面 就会找到那个带者 但是你眼睛要够细一点 不要走过去 晃过就没有去看到 尖起来 因为 毕竟这三个地方 都是非常多人 会跳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通行阵任务很棒的地方 就在于说 他会把某些 很想起任务的人 集中在某个地方 这也是强迫我们去做对战的意思 也可以让大家 很有明确的是 诶 不用一开场就是可能找人 找不到哪些可能不太热门的景点 他会因为随着任务的更新更变 把一些特别或者是比较有热门的地区 标示出来让大家去做第一抢线的地方 OK 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一下解释的画面啦 Let's go 首先我们跳伞的时候 第一个目的 我一定会寻找我之前 上一部影片一样的警政题 就是警局啦 然后直接飞下去的时候 可以很快的明确找到我们要找的东西 没错 就是这个 咦 一个小袋子 这就是左翼的一次的东西 我们直接就把它捡起来 好了 那我们就前往下个地方 第二个地方就是直接开车过去 我们基本上也是在路上就可以找到很多车子嘛 然后 捡完我们袋子之后 就直接前往我们的 市政厅 那市政厅前面的话 很简单 诶 不用想太多很多帐篷 我们就直接把它设立在 我们的雕像旁边的小帐篷里面 有没有看到 又是一个 诶 我们可以捡到 它也可以显示出 红色的感觉 但是它是 它的左翼的手环哦 好 捡起来 这样子我们第二个东西就捡到了 好啦 最后一个就是比较难找到的 也是第一个任务啦 那最后第一个任务 它必须要找到三张 我们未来之一的海报 那这个海报的话大概会在哪些位置呢 我就基本上是 就是以这种建筑物 小小的小房间这种建筑物 来做寻找 就可以找到 就是混绕它的四周就可以找到它啦 好啦哦 以上就是我这次第二周的 我们的同行证的任务 就这样简单完成啦 那大家记得的话 就是比较难解的 就是我们的海报了 因为海报它的分布 都大部分分像是一个小电话题那种感觉 就是警卫室的感觉 你只要看到一个小的阵放行 我们就混绕它的四周 就可以找到红色的海报 那基本上 其他另外两个都是单建的 所以蛮好容易去找到的 所以基本上没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相对的 这些地方 应该都会有很多人去做跳伞 所以我建议 你们如果真的拿去剪的时候 先注意四周 再去剪 好的 可以看到我们第三周的任务的 风火下的炸弹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范围 是在整个Toroy的一个地图上面 你们看那个黄黄圈 为什么要这样分辨 其实很多观众都跟我讲说 到底要怎么解这个任务 到底要去哪一节 到底可以 哪里可以找到 能不能放途 其实 你如果你们有发现 它前面几周的任务来说的话 它们很多任务都会有个大方向 给你们 或小方向 可以看到 这个大方向的 这个大方向的 这个小方向的 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黄色的拳 告诉你们大概物体会在哪里 好可以看到我的任务 Toroy的Chester 又是这个城镇 可以看到 这个城镇 就是我们警察局 常常会有很多任务 基本上 环环相关都会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在骑士的跳跃点的话 我大部分都会建议大家 可以来这边先去抢夺 抢夺完 开完车 再到去其他地方去 檢食其他任务 基本上 要一次过 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然后第二个地方 是在我们的这里 这也是说 暴风雨前的宁静 这边我也是推荐是 第二个去捡的地方 它就是这个工厂里面 然后在工厂的里面 有很多 你们可以看到轻轨车子 旁边就有很多 在一楼的附近 就可以发生到非常非常多 所以基本上 这两个任务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而第三个任务 就是我们第三周 第一个任务的意思 它这个就比较麻烦 因为它出现的地方 是在整个 特陆域的地图上面 但是 它会在的地方 大概就会只有在 某些遮雨棚啊 然后油桶上面啊 一个很不显眼的地方 所以你要找这个东西 基本上 可能要花点心思 花点时间去找 但你也看到 它其实 也是有很多地方 是有同样的一个建物 或者同样一个 小帐篷的时候 就可以很容易找到它了 好啦 那第四周的任务就是 监视者的目光 第一个任务 它需要在我们的任何一个轻轨电车站 就可以发现到它的存在了 而且它的东西并不是要用墙去做破坏 只要靠近它 检取 就可以完成了 那它这个任务需要检取三个 只要拿到三个就没有问题了 再来是洗车监听服务的地方 在我们的洗车场 靠WASH的地方 可以找到我们的汽车监听器 一样 只要找到像是这样子的建筑物 里面就会在同一个位置 会生成我们的汽车监听器 这样的东西 然后只要解到三个 也可以完成第二个任务了 第三个任务就是 新印已决的Sam Barrett Sam Barrett 他已经冷戴到极限了 所以他决定抛下他的警察身份 而这个警察身份的东西 就是他的身份证嘛 那一样是在我们Chester的警察局的二楼 桌上就可以找到他的身份证了 那只要解到这个身份证 就完成我们的第十周的第三个任务 以上就是我们的第十周的三个任务的 简单教学啦 那为什么要教学呢 是因为他有非常特别的一个神秘人物 没错 就是我们的Sam Barrett这个角色啦 那可以看到他的通行证 诶 就是他的身份证上面的样子 没有错 而这个角色 他会在我们的一个调整性别的那个页面 就可以找到他的造型了 那换取他的话 只要我们的BB一百块就可以换到了 那换的时候 你要记得 他的发型跟他的发色是没办法做更换的 而他这个角色 配上我们的经典吃鸡套装 哇 就是我们的宣传片的男主角啦 没有错啦 套他就可以非常的帅气咯 那我当然 这个角色也是 一定是大家必须要收集的一个角色咯 希望大家也可以既然所有推证任务 一起收取这个神秘角色 Sam Barrett 我是你们的铁扇 喜欢记得订阅按赞 我们下次见啦